好帥喔 好帥喔 你看老闆亂買的很可愛 嗨大家好 歡迎收看超人生少年 今天我們要講一個男生既陌生又熟悉的東西 摩托車引擎 我們大部分的男生呢 都從15歲就開始騎摩托車 15歲 15歲啊 哪有我們頭都有10歲 童人比較兇 女生是15歲 看來我們本島要加油啦 通常大家提到引擎的時候 就要講到內蘭基的時代了 而講到內蘭基的時代呢 你就不得不提到氣缸 通常一般來說 你在路邊看到的 或者是你家裡在騎的 那個摩托車通常叫做單缸 我騎單缸掉單缸 好工整喔 當然啦 人類的慾望是無止盡的 有了單缸之後就有雙缸 有了雙缸之後就有三缸 有了三缸之後就有四缸 有了四缸之後就有六缸 簡單來說呢 單缸就是一個氣缸 雙缸就是兩個氣缸 在摩托車的世界裡面呢 四缸可能會太大 六缸可能會太重 所以缸缸好 而在這麼多缸裡面呢 其實雙缸是最特別的 因為在雙缸裡面 它有並列式雙缸 B型雙缸 跟我們今天要講的 B&W水平式對臥雙缸 我們頻道非常的榮幸 能夠成為 B&W第一個YouTube平台合作的對象 在此呢跟大家講解 德國工業的摩托車歷史 感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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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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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W的英文全名又稱為 Bavarian Motorworks 中文叫做 巴巴利亞發動機製造廠 台中人稱 Vilion 通常是一個有權有勢 有地位 有power的男子 才能夠擁有的 在那摩托車裡面 又是一個充滿設計 經典跟聲勢的代表 大家所熟知的B&W呢 其實在早期的時候 他們是在生產 航空飛機引擎的一間公司 但是因為一次大戰結束 大家在歷史裡面 都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所以他們就被禁止 再次製造飛機 或者是攻擊的軍事引擎 那這時候怎麼辦呢 就這樣辦啦 不是 身為一個公司的企業老闆 是不能對命運低頭的 於是他們就轉型生產的 第一個成品 就是B&W的摩托車 而如果你講到 B&W的摩托車的歷史 那就是水平式對我引擎的開始 在於1923年的時候 當時的第一個設計師 Frizz 他生產了一個500cc的摩托車 也就是大家在經典書籍上面 看到的R32 那就是B&W裡面 第一台的摩托車引擎 當時的藍白色設計 一直從1923年沿用之間 所以你可以知道 一個設計能夠沿用100年 那設計師的後台有多硬 不是 那設計師的設計到底有多經典 而大家在鏡頭前面看到我們工作室的這台R18呢 或許你會因為它的體型 或者是它的大小 讓很多人誤以為它是一台美式機車 不過其實不是 它是在跟1936年的R5致敬 顯出你的心臟吧 而最特別的是呢 R18它採用了B&W有史以來最大的 1802cc的水平式對我引擎 它一顆引擎 它堪稱是有造型美感的 跟有功能性的雕塑 會說話 各位車長 你們現在知道我的能耐了嗎 那工業上如何稱呼水平式的對我引擎呢 通常我們會稱為F2或Boxer2 也就是兩個拳擊手 所以在中國大陸呢 人家會稱為拳擊手引擎 它是由一種往復式的發動機 左右各一個 然後水平式的並列 所以在發動的時候呢 你會感受到一種引擎的甩動感 所以一般你在慢速騎乘的時候呢 你會感受到這台摩托手很有個性 它很像這樣 欸?欸?欸? 那它在高速騎乘的時候呢 當它的兩邊的活塞 去做到一個慣性的平衡的時候 它在高速上騎起來非常的順暢跟爽快 這在我們騎的種種摩托車裡面 它算是一個非常有騎乘樂趣的機車 而為什麼它們的摩托車會與眾不同 在社會上又會有一個很高的地位呢 其實這一切就要從它的美學來說起 如果你要用近代美術史去解釋的話 這一切我們可以追溯到1933年的德國鮑浩斯時代 更早我們還能夠追溯到俄羅斯的構成主義 跟義大利的未來派 而在未來派裡面 最津津樂道的一句話就是 一台跑車它堪稱比自由女神的雕塑還要更美麗 它們認為工業跟機械所展現出來的線條跟力量 比雕塑更有感染力啊 我身為一個雕塑家我真的也覺得蠻漂亮的 所以各位朋友 你擁有的不是一台機車 是一個藝術品 這個藝術品跟我的雕塑價錢差不多 好那說了這麼多買車到底要幹嘛呢? 買車的重點當然就是要拿來騎車啦 在每個禮拜五的晚上呢 我們現在全部都... 不要說你收到啦 好 收不到 切真爽啊 呵呵 其實因為買重機到現在呢 我因為重機遭到了非常多的朋友 而在台中呢 有一個重機的秘密聚會所 就是在每個禮拜五的晚上呢 其實在台中的奇美成品的後面 其實到了那邊之後呢 你就可以亂問一些人 欸等一下你們要去哪裡? 欸等一下要去哪邊玩? 禮拜五的晚上 禮拜六的早上 禮拜天的晚上 你們要去哪裡玩? 所以其實你買重機 你買到另外一個東西叫生活權 你會因為呢 有不同樣的喜好 去吸引不一樣的人跟你混在一起 所以話不多說 今天晚上我們就來帶大家 Fri-Day Night Let's Go 上路啊 年輕人 好嘞 我們經過我們一天的玩樂之後呢 到了晚上十點半 就是每個禮拜五 在台中奇美成品的這個 晚上十點半的時候 都會有一群車友在那邊聚會 那這邊好玩的地方就是 你可以問等一下你的車友要去哪邊 然後你就可以跟他加入 他的下一個行程 欸我這邊看到了跟我一樣的車了 你看這個車子 這個線條 如此的美麗 如此的漂亮 欸這是你的車嗎? 等一下你要去哪裡? 我要去旅館 你要去旅館嘛 所以等一下我們跟著你的車一起去嗎? 這不是我的車 啊這不是你的車? 欸我的車啊 我的我的我的 怎麼了嗎?要去哪裡嗎? 問我問我 快快快快 沒事啦 沒關係 問我啦 快啦快一點啦 快啦 問我快快 要去哪裡 你要去哪裡 我要去旅館啊 我們去剪個頭髮 探個頭髮 泡個澡好不好 沒關係啦 我們看個車 喝個咖啡 吃個點心 我也習慣你了 走啦 夠了啦 夠了 夠了 ippy 謝謝你 然後按個咖啡 這市場 不用再吵 沒聽你啊 你曾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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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經 你曾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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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經 你曾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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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人 年紀輕輕怎麼買得起這個車 我們工作比較特別 什麼工作 我們工作種類比較多 硬的也做 軟的也做 排片也做 感覺他比較特別 這個人剛剛在路邊認識 我們就是蠻特別的 不過這個車很有趣 當時在軍事 特別是在二戰的時候 德國政府要求他們 這些車廠做很多 特別是像在北非 第一次他出任務就在北非 因為那個地形非常惡劣 如果鏈條的車子在那種地方跑 很快就雞雞了 傳動手的好處就是 他比較不容易被外面的一些雜質 去影響到他的傳動系統 其實人家說可以娶日本老婆 住美國房子 吃法國料理 然後開德國車 大哥你也常去德國嗎 常去啊 而且住過一段時間 你之前是做什麼工作的 我管過XX公司 好啦 你們好好休息啦 不打架 晚安 為止悟蒙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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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屍體上到屍體的穾 回到我們的過去 我們回憶大家 痛恨的 而掉了我們 我們歷一和嘗到 繼續努力 運氣 走一把 我們歸一歸 把古老的我集中在每一段階段 所以我可以成為未來的經典 會產生顏色上的變化 到底為什麼呢 有機會我們再拍一集電鍍的專題給大家看 如果你就看它的細節呢 這種厲害的車子它絕對不會用一般的十字螺絲 它用的是新型羅帽 它的車身彩繪特別之處呢 就是它的這個白色線條是用手工繪製的 當你近看的時候 你會看到它上面的那個黑色烤漆裡面 有非常非常非常細的銀粉 在太陽光下很像是星空般的閃耀層 它雖然比一般的重機還要重 但是它其實在巡航機裡面 它算是已經非常輕的 所以當你騎乘的時候你腳踏上去 你可以看到它就會呈現一種很自然的人體三角形 很像你攀著欄杆然後看著海邊放空 中置的踏鏈有個好處就是 你如果有時候騎一騎 台灣的路不太好 大家都知道 所以有時候你遇到一些坑洞的時候 比較腳踏前移的車子 你蹬到的那個疼痛感 它可以從脊椎直接串到你的腦門 我個人喜歡中置的原因就是因為 當你遇到很大的坑洞的時候 你可以屁股先這樣子起來一下 順便用你的身體跟你的膝蓋去吸收一下那個 台灣的道路真實感 而一台經典車的外表它怎麼樣配上現代科技呢 也是我個人最喜歡的騎乘模式 而三個不同模式呢分為 RAM、RAW跟ROCK三個模式 而它儀表板上面寫的這個Berlin Brilt 它其實就是要一直強調它是德國製造的 而在這個車座上面呢 你會看到一個R跟F 它是拿來幹嘛的呢 它就是拿來倒車用的 才不會讓一些腳沒有力的人 腳無伏擊之力 而一台重機呢 它的車頭燈就是它的靈魂 它的排氣管就是它的態度 所以在這台車上面呢 你看不到一些用現成物去製成的排氣管 它的排氣管尾段呢 是沿用R7的魚尾設計 所以你會看到的是一台經典車子上面 又擁有漂亮的弧形曲線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拍一集 去特別介紹它的原因 不是因為你在弄發錢嗎 不是 是因為經典 在弄發錢 我第二回來了這個 我第二回來了嗎 還沒啊 這很香吧 現在買車送輸啊 這個牌子 這個拿來抽人家的遺棠 我們這個上網賣遺盒可以賣多少錢 讓大家換遺盒 讓大家換遺盒